在试园会官方推出的四条去玩路线中呢 还有一条专门为年轻游客打造的园艺小清新路线 怎么玩才最嗨呢 跟着我们的记者去走一走吧 戴尼优士园今天的路线是园艺小清新路线 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 在花田优亭中感悟清新试园 在山水景区中领悟人与自然与科技的有机结合 那我们出发吧 我们的起点世界园艺轴旁边就是各局风情的世界园艺展示区 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各国植物 还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 从世界园艺展示区一路漫步到归瑞河畔 这里可以远眺永宁阁 也使北京试园会成为历届试园会中 唯一一个有自然河流穿援而过的展会 漫步在这里旁边的美景使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想起一首诗 此身漂泊樱花海踏遍彭山丈短穷 在这里就是由二十一种五十多万株花卉组成的天田山花田 在它的附近还有核风馆和竹里馆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参观 接取前行我们来到百书园 这里展现了蔬菜与艺术结合的无限可能 记者在这里还临时客串了乐队主唱 下一站我们来到大师园 领略国际设计师的先进园艺理念 我还是比较喜欢日式和复古一点的风格 跟中国的风格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经过科技感十足的武技展厅 我们又来到山水园艺轴 开启了中华园艺展示区的游览 在这里饱览了中国园艺的无穷魅力 在游览完中华园艺展示区之后 我们的园艺小清新游也就接近尾声了 相信您在游览中 不仅能获得五彩斑斓的心情 还能收获很多美美的照片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